如果我们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点上面 就可以让这些孩子能够顺利地就学 然后能够顺利地成长 其实对它还有对社会来讲 都产生了很积极正向的一个层面 反过来讲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点 帮他们忙的话 整个社会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几年前我从高科技行业 转到教育工艺来的时候 为了要了解很多偏乡的状况 我自己到了很多山上或者是到海边 很多偏乡地方 看到了台湾沉乡的差距 弱势家庭的困境 发现这个问题远远比我想象中要来得严重 那很多孩子当他们没有办法顺利地上学的时候 他产生了很多行为 其实不只是对他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很重要的影响 其实也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 清朝职能学院即将要创立 看到他们很用心地在帮这些中措生努力 我个人是觉得蛮感动的 也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来帮忙他们 然后帮助更多的中措生 找到一个机会点 能够再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旧学的轨道来 谢谢大家的帮忙 谢谢